一直是职业赛场上的全学存在 由于赛训的特殊性和保密性 让教练的评判标准非常飘忽 选手发挥不好 教练不会调教 阵容选的不行 教练不会逼劈 选手心态出问题 教练不会安抚 总之五强教练组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句百搭金句 教练组啊 他是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班 但有这么一名教练 来自韩国 却少见的得到了 LPL业界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他所到的任何一支队伍 都能刷新队史的最佳成绩 他所带的选手 也都能发挥出超越观众预期的发挥 他就是现任京东的主教练 刚刚带队刷新队史 常规赛最佳成绩的冠军教练 红米以成龙 这里是红学家袁某人 这是时隔不知多久了的 个人分析系列之教练篇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教练的作用并不直观 除了在纪录片里报圣经以外 观众们对于教练能力的强弱 很难有一个直观的标准 其实不仅是观众 即便是业内 也还未建立能够准确评判 教练能力强弱的标准 所以本期呢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红米 了解教练赛讯 我将站在我的视角 从执教风格 接受调教 还有BP三个维度 去系统的分析红米教练的能力 带领大家全面深入的了解 这位级教练 我会结合红米教练的整个执教生涯 尽可能呢 去还原这个画符朽为神奇的红米教练 告诉大家 他到底厉害在哪里 提前声明 由于赛讯信息的缺失和部分资料 要有些久远 所以本期内容呢 仅代表我的个人看法 在开始聊红米之前 我也得先跟大家梳理一下 教练这条序列是如何进阶的 职业队的赛讯层 构成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分析师 教练 主教练 还有监督 如果用等级来划分 那么分析师处在最底层 网上则是助理教练 然后就是地位最高的主教练 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BP教练 他并非一个固定的职位 而是要看队伍的安排 而主教练上面 属于赛讯层最顶端的职位 都叫监督 或者叫赛讯总监 由于电竞这块还不够规范 不同赛区 不同俱乐部 对于这个职位的定位和职责范围 那都是存在差异的 有些队伍 对外叫监督 但实际上就是主教练 而在网上抬到赛讯总监 比如传奇教练Como 他今年就是从DK的监督 升到了英雄联盟分部的总监 管理层级别了 像监督和主教练在不同队伍 很有可能就是同一回事 比如试一汤朱开 他在EDG的职务就是监督 而当时EDG的主教练则是冒开 今年朱开从EDG去了RNG 职务是从监督降为了主教练 但实际上 由于RNG一直是没有监督这个职位的 所以实际上是评调 包括很多国内媒体 也都把在DK做主教练的Como 当做监督来翻译 很多队伍的主教练 是只负责一队的赛讯 而有些主教练则是负责 整个项目的赛讯 对监督和主教练的具体职责范围 还是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那为什么要大家了解这个竞生体系呢 因为只要大家了解了赛讯之间 不同职位的从事物关系 才能正确的去评价一个教练员的功劳和发挥 对于红敏来说 他的职业生涯虽然平淡无奇 但他的职教生涯却堪比开挂 红敏是在14年初的2月 从选手替补转型到教练 但以教练身份出道的他 当年就带领三星白完成逆袭 他们横扫了同积分的SKDK队 以2号种子的身份呼吸S4 在世界赛中 更是开启杀猪模式 以恐怖的统治力 哄起了S4的召唤试碑 在S4那个还在采用三班 教练不能上台BP的时代 红敏已经展示了他作为教练的带队天赋 但在红敏这段传奇教练的经历背后 却有两个男人被掩盖在了历史的层层迷雾下 在Fandom的记录中 比时的三星白坐拥的是三个教练 一个名叫Troy 一个叫Toki Troy 全名叫Troy Young Song 就是图中的这个男人 这个Troy教练 在红敏还是职业选手时 就已经是当时的MVP欧众的教练继监督了 而MVP被三星收购后 Troy Young Song开始了担任三星的总教练和管理者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嘛 不同的俱乐部在职位和职能上 都是存在差异的 而UP主在比对了韩网不同的资料后 我个人的结论是 崔教练在三星 他其实更像是领队和经理这种角色 而真正入责总教练职责的 其实是Toki 因为Toki教练 他居然和崔一样 他俩是同时出现在三星蓝和三星白教练名单里 就正常来说 除开总教练外 是不可能有一个教练服务于两个队伍的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Troy是MVP战队就在的功勋人物 职位一度到了经理 而Doki则是来自三星 他是一个纯血的三星系的人 对于三星来说 我买了你的队伍 总得安插一点我自己的人进去 而Doki就是这个人 这也是为什么S4以后 所有的三星来买的选手 包括教练都离开了三星 但Doki依旧没有选择出走的原因 他比泽源还爱他 那对于红米来讲 这两个人都是贵人 崔教练在S4的采访说 来到三星后 是他请求上面管理层增加教练资源的 那这也才有了后面蓝白队 各有一个单独教练的出现 也就是三星蓝的教练班巴斯 和三星白的红米 在那个教练员稀少的时代 Troy的前瞻性 让红米越过了 从分析师开始熬的这个阶段 他知道阿布 入开这些教练 都是从分析师开始入行的 如果说Troy给了红米快速 展露自己才华舞台的话 那Doki则是红米 在教练这条路上的引路人 作为三星真正的主教练 红米的执教风格很大一部分源自于这个男人 说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观众会疑惑 这个Doki到底是何须人也 他竟然能够指点红米 Doki本名崔宇范 他是在S4三星全员离队后 唯一一个留下来的人 而留下之后 三星选择按照他的要求来重建队伍 于是Doki改名为了 日后赫赫有名的Edgar Edgar是三星时代的缔造者 是和空马一样 宗师级别的教练员 从三星蓝到三星白 从三星到根纪 在20年以前 Edgar一直都担任着队面的主教练或者监督 而在三星的执教生涯里 他给出了S4 S7 两届世界赛冠军 S6一届世界赛亚军的出色成绩 甚至在18年的亚运会上 Edgar还力压了三冠教练Koma 成为了那一年亚运会韩国国家队的监督 韩金亮不用我说了 而LPL里目前也只有前EDG的教练阿布 有率队赢下Koma和Edgar这两个宗师级别教练的记录 所以你要想了解红米的执教风格 你就绕不开Edgar 而且红米也是Edgar这种执教流派中 成绩最好走得最远的教练员之一 说之一是因为除了红米外 Edgar这一系还有另一个知名的教练 那就是S8IG的冠军教头 Kin金金珠 那么什么是Edgar系 其实Edgar这一系的教练 执教理念相当简朴 那就是团队 团队至上团队一定大于选手 用Edgar的话来说就是 五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而教练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凝聚在一起 而红米也同样如此 他被问到优秀教练必备的素质时 他是这么说的 当然几乎所有的教练都会希望自己的队伍打的团队 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废话 但区别在于Edgar系的教练在对于构建团队上 是没有所谓的绝对核心的 你再有天赋 你再突出 但都得给团队和版本让步 Kinami你再有天赋 我也不会无止境的让他玩野核 那种明星选手玩的舒服 而队伍不舒服的阵容 红米的BP是几乎不会出现的 而像Loken牙膏之类 我们说难听点 天赋啊并非顶级的C位 只要有需要 那么红米一样会让他们拿出大核 来承担赢下比赛的重任 可以说 队伍只要有需要 那么人人都可以去当狗 人人也需要去承担Kinami的责任 所以相比于Koma这种 放大明星选手上线的执教思路 Edgar系的教练更善于挖掘 调教那些天资不是顶级 但足够努力的选手 但这种抛弃 个人英雄主义的舰队思路 有一个必要条件 那就是教练 对于队伍话语权的掌控度 得高度集中 但LPL和LCK的环境是不同的 LPL没有掌右尊备的传统观念束缚 便是我们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所以在VG的那段执教期间 红米就表示过 选手们过多的自由意志和权力 让他感到疲惫 跟很多LPL教练 喜欢跟队友称兄道弟的相处模式不同 Edgar系的教练都是清一色的严师 因为你不严格不行 就像红米说的 一个优秀的教练是不能和选手太过亲近的 在S7带领三星夺冠后 Edgar被问起成功的关键在哪时 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选手们能够很好地听取教练说的东西 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 会用更加严厉的语气 如果选手没有按教练说的去做 我会让他们先试试 他表示啊 如果选手不听话的话 那要教练来干嘛呢 可见 严格是Edgar这一系教练语言风格的核心词汇 其实红米和Kim 要想拿到和Edgar同等话语权是没那么容易的 毕竟Edgar监督是根据LL分布 创世神级别的人物 所以Edgar这一系的教练员出走啊 对场预前的问题从来不是执教能力的问题 而是话语权给不给的够 和选手有没有冲突的问题 在S8面对KT时 IG就出现过因为The Shack不服从教练安排 而被金金珠直接轮换的情况发生 而到了T1后 金金珠也依旧我行我素 甚至一度把Faker按在替补席 对Kim待的队伍是时常会发生矛盾的 因为这种团队至上的执教理念 在个人能力越强的队伍里 就越容易发生冲突 而Kim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带明星选手的教练 而有意思的是 相比于经常参与攻斗的Kim教练 大家可以发现 红米的相关新闻是特别少的 也几乎没有听过对内不合的情况发生 这其实跟红米在VG的经历有关 VG在S5 S6时购物的明星选手相当多 一开始的Mata Dandy 还有死亡宣告 到后面的Easy Ho 那段时间VG的成绩至今 虽然都是他们的最好的成绩 但对于红米来讲 那样人员配备的VG 却连续两年无法进入世界赛 他肯定是无法满足的 而那时的VG也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节奏 比如经典的单手杰斯事件 还有什么死亡宣告 因为排位被嘲讽 而把基地电脑砸了的情况 所以这段VG经历 对于红米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并出这种事情 本质都是选手 缺乏纪律性 教练权威不够的问题 所以在离开VG时 红米就明确表示 后面他会去的队伍 一定是能确保他教练权力的队伍 这也是为什么后面他选择去了 成绩处于终究的WE和京东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两个队伍人员 都是有一定的磨合基础 同时大牌选手也没有 那自然红米掌握话语前的阻力 就非常小 也是优先选择有潜力且添化的选手 而不是有及时站立的明星 而红米在塑造队伍风期上 也跟Edgar非常相似 那就是以身作则的利威 像商鞅利木而信一样 18年的夏天 红米加入当时成绩在中下游 刚刚失去队内明星都音币的京东 那他上任的第一件事 除了更换厕所的马桶外 就是给队伍制定规则 要早起不允许迟到 比赛打完选手要和教练一起复盘 且工作时间只能打英雄联盟 不能玩其他游戏 那红米是这样说的 这些规则也会要求我自己做到 在训练室里 我绝对不会玩其他的游戏 因为教练如果不能以身作则的话 队员们是会效仿的 整个队内的风气就会变得很不好 而这种一视同仁以身作则的严格 立马能够让选手意识到教练的不同 技能获得信任 也会约束选手 让选手们能够快速的 从顶级玩家到职业选手去改变 那打职业是什么 就是职业啊 是一个目的只有赢的职业 所以在红米执教的队伍 队内风气是一直积极向上的 队内氛围是非常有保障的 有一个好的风气 选手才能快速的去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 完成蜕变 就跟大家在一个图书馆 自习室里就会不自觉安静 是一样的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红米 这么得到大家拥护的原因 因为他带队的效果起得太快了 在18年春季赛 京东还是十胜九负 于东部第四 全联盟第七的成绩 但在红米加入后 夏季赛 京东立马就进步到了东部第三 全联盟第四这样一个位置 而季后赛 京东更是从春季赛第一轮 就被0比3横扫的若姬净化为了 搅动格局的超级黑马 18年的夏季赛季后赛 京东首轮就3比1击败了EDG 最后虽然以2比3西败给IG 但在三四名的争夺战中 他们以3比0横扫了当时的RW 说实话 18年以2比3输给18年的IG 也不丢人 最终的冒炮赛 虽然也是被EDG以3比2击败 无缘S8 但一个赛季 红米已经带队刷新了 京东队史最佳成绩 从一个中下游的守门员队伍 一跃成为了世界赛门票的 有力竞争者 而你要想那时的京东 队内最有名的 也就是可力的 这个刚出道的二年级生 对红米带队 怎么样都能有80分来打底 就非常恐怖 红米在WE出成绩也非常快 16年下的WE2.0 是刚刚有起色 但S6毕竟是猪狗的时代 第一梯队的EDG和RNG 和第二梯队差距超大 WE当时也最多算一个第二梯队的前列 而红米在S7一加入 马上在17年的春季赛 代队拿下12-4的常规赛成绩 直接和那年的猪狗 一起并列全联盟第一 在春决上 WE更是3-0 横扫了刚刚击败EDG的RNG 这就是红米啊 他这种立规矩 竖心疯的方式 能够让队伍有更好的氛围 而他团队智商的理念和调教风格 也让选手们能够最快的 去掌握运营的能力 而这种刻入骨子 对于团队的追求 也让每一届红米带过的队伍 都充满了很强的整体性 漫画灌篮高手中 安西教练对谷泽说的话 就是对红米教导选手思想的完美诠释 那就是队伍不是因为你而存在 而是球队需要你 你才能在这里 那即便在元年前 那个LCK统治的时代 来到LPL的红米也坚持认为啊 LPL和LCK在个人能力上 是没有差距的 差距只在团队这一点 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 要怎么把这种团队的概念 交到选手 那就涉及到了本期的第二个环节 选手的调教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选手有不同的风格 而这个风格的本质是什么 是习惯 选手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操作 每一次抉择 每一次站位 都有属于自己的习惯 就像左撇子和右撇子一样 而对于教练来说 如何去修正这些习惯 就是调教选手的关键 事实上 大部分的教练 并不是不知道选手的问题 关键在于他教不会 他改不了选手 习惯所带来的操作惯性 俗称叫说不听 反而会因为过度的说教 影响到选手的心情 和队伍的氛围 对这个度非常难把握 你这样的优势的解释 你这么打欢 你对得起你前面的优势吗 但红米是我目前来看 在LPL乃至全世界的赛区 都非常善于调教的教练 没有压力的 笑着玩 都笑着玩 那为什么他能够比别的教练 更好的调教选手呢 难道就光靠一个严格吗 不 更重要的是红米的自信 他不止一次的表示 选手们只需要做好操作部分 剩下的运营能力的调教 全部交给我就行了 甚至他能够说出 如果成绩还上不去 那就是我的问题 这样的话 这就是红米对于自己带队 执教能力有多自信 而他的自信 还体现在对于游戏的理解上 在S7周期赛时 红米是最先要提出 要和其他教练同力合作的人 但红米接受采访 谈及这段经历的收获时 他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点 我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正确的 但其他教练有几次 都有说到一些 我没有想到的东西 那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 我跟其他的教练沟通了 也学习了 也确实有点帮助 但这些帮助也只是 补充了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依旧认为我自己 在游戏理解上的绝对正确 这种对于自身的绝对自信 有能给选手值得信赖的体验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每个教练都有 这种定海神针般的自信心 教练也是人 也会有失误 也会有情绪上的崩溃和自责 很多教练其实本质上 只是选手们的助手 尤其是走跟选手关系好 那种相处模式的教练 非常容易缺乏威严 陷入到那种各说各话的扯评 选手如果不自觉 那教练是很难说得动他的 但红米是导师 是选手的引路人 他会给选手一种别质疑 先相信的信赖 这种信赖是建立在 严格的规章制度 加上足够自信的教练 作风堆积而来的 而更重要的是 红米这个教练 他不双标 本身训练时 他就是以身作则做榜样 而真遇到事情 红米也会承担他的责任 在369生日那天 红米说 上一把输了 是因为我BP没有做好 但今天因为是369的生日 所以后面大家好好打 争取拿下 在此时 京东输给苏宁后 红米也表示 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做好 他背了所有的锅 这就是担当 我做的不好时 我会承担责任 而不是让选手去背负该背的锅 而且红米是一个危机 是很足的教练 永远保持着警惕和向上的准备 他甚至有担心过 大舅子长得太帅 而被感情因素影响的情况发生 在红米离开W1后 这点也确实得到了验证 所以教练要关注的 不只是选手的游戏水平 而是心态 生活都需要教练去关注到 只有教练你这个人让人能够幸福 他们才会在具体的游戏内容上 去相信你 在S7周期赛 红米带领W1赢下当时 可以说是最强的SKT后 红米除了夸奖 也会表明 获胜的点除了大家的发挥外 还有就是阵容上的优势 这就是赏罚分明 这就是不双标 教练比你努力 比你懂得多 成绩也比你好 在工作和生活上 各方面都更成熟 让他自然有资格成为你职业选手 进步方向的领路人 对同样的话 不同教练说出来分量就是不同 选手的吸收程度也是不同 教练的调教能力 核心并非调教的话语本身 而是由教练这个人决定的 毕竟人与人之间 观点就不可能永远一致 关键是怎么把 不会有结果的辩论 变成让选手能够认识到问题 从而去改变的契机 这游戏是尖跟这人一种上作 就是我们这卡牌就是 小飞兄 你找过的点是 这个游戏是能找到机会的人 可能不是来压人的人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在压人的人 在压人的人 在压人的人 那是DX哪关 DX没多压人 他们打DX就有在压 他们压不了 DX不压吗 DX不压人该好 不开 不开 对不对 其实红米也好 Edgar这一期的教练 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级拳 高自信 教练的意志为绝对准则 同样的调教风格 当然不可能适合每个不同的选手 但这种调教风格的好处就是 选手们或许上限会低一点 自由度小 但在低谷期 重拾自信的信心也会快 毕竟心态崩了 没事 上面还有教练顶着呢 相信是一个很难得的团队力量 只有选手相信队友队伍才有团队的土壤 只有教练相信选手 选手才有机会去回馈这份期待 大家才能没有杂志的去好好思考怎么赢下比赛 对一个自信又有担当的榜样 一个鞭策又不吝啬家长的老师 严格却不严厉 这让红米带着选手 即便有叛逆期也不会持续太久 也难怪教练克里斯在S5控诉红米空降夺权 就提到过 红米一来选手就跟着红米走了 那确实在选手信任这块就是有差距的 从结果上来说 信红米也确实出成绩 除了MATA这种本身就有想法和主见 还是和红米同辈分的选手外 几乎所有被红米带过的选手 他们出成绩的巅峰期都跟红米息息相关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IMP IMP本身的游戏天赋不用我多说吧 但他出成绩的时期 S4的三星白 S5的老干爹 S9的京东 教练都是红米 所以说如果S5的老干爹带队的继续是红米 而不是被临时赶上来的分析师火狐的话 或许老干爹的结局会有所不同吧 而IMP在老干爹蹉跎许久后 S8的夏季赛 他已经沦落到去W一打替补的程度了 但S9他回到红米的手下 立马就上演了黑八奇迹 当时的京东在季后赛接连暴冷 甚至击败了RNG和Fan Plus 冲到了春季赛决赛的舞台上 所以红米真的非常善于去开发选手的潜力 但调教之间一有偏好 红米的调教也有自己的侧重 那就是他和Kim Edgar同出一戏 但又有自己风格的原因 因为上单才是红米调教的神来之笔 上单这个位置 由于单人线的特性一直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团队资源倾斜的回报率太低 即便一个队伍狂帮上路 但上单特性就是会长时间的远离大部队 所以要想回馈团队的这份投入 上单是要远比其他线要困难的 而同样的理由 上单也有另一个潜台词 那就是一旦上单被突破成了缺口 那团队要想弥补这个缺口 也比帮其他路要难 而红米作为28岁才出道的上单 他在这个年纪能够踏入职业赛场 肯定不是因为他的进攻性多强 而是因为他深知如何不给队伍添麻烦 而不给队伍添麻烦 不只说你选个肉在上路混就行 实际上只想混的上单往往会养一个大跌 而红米对于上单的调教 核心就在全面二字 懂进攻才能更好的防守 所以大家把红米带过的上单放在一起看 就可以发现 从三星白的looper 到VG时期的龙 再到WE的957 京东时期的Zoom包括现在的369 这些选手都是全能上单 不是德塞阿勒宾这类进攻性拉满的选手 也不是金贡 Landme这种主打抗压和防守反击的上路 而是万金油 当队伍需要我作为战术轴心时 我能够承担起C位的责任 而当队伍需要我去防守时 压而不崩 完美发挥蓝领的职责 万金油的好处是 队伍的战术选择会非常的丰富 英雄池深不见底 是这类上单的特征 除开红米这一戏外 其他比较有名的这类上单 就圣枪哥Nagre了 没错 牛宝在我这里其实是和圣枪哥957 攻格类似的 只是Nagre的侧重还是更进攻一些 而从Loopers到957 从Zoom到369 这些上单在红米的手下 都会自带一个buff 就是不会穿线 不穿线 不是说不被单杀就行 而是他可以劣势 甚至自己去失误 但他不会成为对方的突破口 劣势我也有用 即便是出门耀光 痛苦面具的那一局 Zoom的发挥都是可圈可点 所以从Loopers到957 再到Zoom 包括龙 他们给队伍甚至是粉丝 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是可靠 很多上单大家讲起来 会觉得他很强 个人能力很出色 阿勒斌这种选手 他们确实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 但这种风格化的上路选手 也常常会成为队伍的双刃剑 作为一个明确表示 会对上单有格外关照的教练 在红米的游戏观中 上单作为一个远离团队的单人线 反而更需要团队意识来打破平衡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一个上单具有很强的团队意识 和为团队牺牲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具有团队意识的上单 并不是只能奉献给队友 而是他很明确的知道团队的需求 从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他考验的是上路的整体意识 结果就是他必然会全能 而万金油全能系上单 也需要天赋的 并不是适合适合每一个上单 目前我觉得有望 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新人 只有AMG的上单单机 这是个人观点 而红敏在挑选上单的眼光 确实也是狠的 就拿369为例 他的进步我觉得是肉眼可见的 在今年初他从涛博去京东前 我想很少能有人想到 他现在已经有了国产第一上单的风范 教练天天天给我洗脑 他说我可以成为第一上单什么的 都让我好好玩 其实吧369在涛博时期 英雄选择并不算少 但很少有人会说369的英雄池很深厚 反而会说他没有晒命得了晒病 因为他的英雄池是深而不厚 淘博时期369的看似很多多样的英雄选择 反而是团队的负担 而来到红米的麾下 立马就是先给你洗脑 再教你正确的理解团队 效果就立竿见影 因为在红米的眼里 369本身就有这个天赋 这里自夸一下 我在20年MSC视频的时候 我当时就认为369其实最佳的进步模板 不是什么TheShine 而是Loper这样的全能上单 而现在369也越来越往Loper 957Zoom的这个方向去进步了 所以总结一下红米的调教能力吧 两个重点 第一是绝对自信的指教气质 搭配严格而又不双标的相处模式 让选手快速的相信自己 第二精准的眼光 准确的灌输给选手队伍需要的方向 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去帮选手 快速的去改正之前的漏息 培养符合队伍需求的特质 而调教完后 当然是所有教练都淘不开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BP能力与版本的挖掘能力 首先班匹克的结果 肯定是教练和选手 共同去做决定的 但问题是 很多时候教练不一定选得好 而选手的意见也不一定对 那谁应该为BP的实力负责 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那我个人的观点是 教练一定是为BP的最终结果负责的 因为任何阵容都是教练去做最终的判断 选手不按安排去选择英雄的情况下 非常少见 选手们时常会在BP时有自己的想法 这很正常 善于倾听和接受选手的灵光一线固然重要 但维持教练自身的判断也不算错误 电子经济一切都是结果论的 但教练呢 作为有阵容决定权 对内更年长视野更开拓的角色 那他承担起BP结果的责任 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对于教练这个位置来说 在认知版本和处理版本的方式上 也有截然不同的流派 我把他们大体分为人宗和板宗 人宗以选手个人为主 版本为辅 只要选手发挥的好 那选手擅长的就是版本 也就是所谓的 没有版本英雄玩得好的人 自己就是版本 这类理解的教练里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叉烧了 S10那年他和苏宁的BP 可谓是独树一帜 而选手里比较有代表性的 则是S5的Faker 那年一手逆版本的瑞兹 硬是把这个冷门英雄打削弱了 那版宗在理解上是完全相反的 版本为主 选手为辅 我先思考这个版本的优先级 和强势英雄 再通过训练赛 去选择合适的组合 最终优化BP和运营 版宗最经典的战役 莫过于S11的DK与EDG的决赛大战 两边本质都是打同一个版本理解 只是套路与细节存在差异 而红米教练 自然是版宗这一派 如果说人宗队伍 最怕的是选手状态的起伏和下滑 那么版宗队伍最怕的 就是英雄联盟设计师了 一代版本一代神 这句话不只是英雄 也说队伍 版本与队伍之间的关系 就像水和鱼的关系 红米作为版宗代表人物 他对于版本的认知 比起Edgar更具有前瞻性 就拿最近一次 他去世界赛和S10为例 在世界赛开打之前 红米就提出 S10的版本更适合苏宁和涛博 而非自己带的京东 要知道 S10的世界赛版本和旧赛版本 差别并不算特别大 但红米还是准确的判断了 未来的趋势 但预判到并不意味着 能够快速的调整队伍 事实上 你得先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版本 才能跟上所谓的版本 所以比起科研 红米更擅长于借鉴 比如S7的女警推进体系 这个体系最早是RNG开发的 但WE在队链中发现 确实好用 于是直接在比赛中使用了 所以很多时候 红米的阵容会拿得很怪 因为赛拉斯别人的阵容 一开始肯定是有点僵硬的 其实红米带的队伍 并不追求在某个特定阵容 特定体系拿到满分表现 举个例子就是 假若一个版本有ABC 三个体系都很强 那么有的队伍会追求 反分那B体系我就练的一般 C体系则较为忽略 而红米带的队伍 往往是ABC三个选项 都还练得不错 他并不追求绝活 只追求版本的普世性 BP上重组合追容错 所以作为红米的对手 要想在赛前 就找到他的突破口 并不容易 尤其是红米自己BP 不明显的选手 只围绕版本的情况下 在22年春跟微博的比赛中 京东被追到2比2平 打完后 红米安慰了状态有点波动了369 并鼓励他要有自信 不要这么混贷 索案的力壮开 很看 索案的有几FI 我看得到 我有需要在某些 我没弱的那些 每身有多么 不知病常有的人 第一ども 美人无在乱的 我看得到 做得出较 这 troubled 这段对话呢除了看到他对369的照顾外 更重要的是对于版本英雄的重视 因为上一把369的船长已经开始研发了 而红米不是那种如果选手不是很想选 就会迁就于选手的教练 现在我的BP需要这些版本英雄 所以你得拿出这个英雄的操作自信来 所以紧跟版本不追求极致 就是红米在BP上的基础逻辑 了解这一层我们再去捋红米的BP逻辑就很简单了 当然BO5和BO3与BO1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重点聊BO5的BP逻辑 这也是教练最重要的主战场 红米在班人的逻辑秉承着他扎实的风格 就很多教练在BO5会有一种思维 叫做第一局我放你绝火试一下层色 不行后面再办 这种班人思路的好处是第一局要是拿下了 对于对方的士气是非常大的打击 而且自己不需要辩证 和红米的BP思路则完全不同 他在BO5前会定下一个大的班英雄基调 后续的选人则是完全围绕着这个基调来布局的 比如春季赛打微博的BO5中 红米一开始就确定了要按掉微博的卡牌体系和侠体系 所以无论红篮京东都严格按照这个思路走 而打RNG的比赛中 红米也是赛前就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冰的青钢银体系和明的泰坦 打V5也一样 我力求按住Rookie 鼓励和发条 无论红篮我坚决锁死 这种班人招牌最强体系 节奏的逻辑能够极大的让比赛进场可控 我们继续拿ABC体系为例 对手可能是A体系最强 所以我固定处理掉A体系 然后呢 在剩下的两个体系里 我不断的练对抗和找破局点 那这种通过固定班去帮助队伍收窄对抗的范围 算是一种类似于田际赛马班的班人策略 因为BP的本质就是扬长臂短嘛 所以如何运用有限的班位 每个教练都各有取舍 红米是典型的班位拿来限制的类型 有很多教练是喜欢打长板局的 也就是我拿我喜欢的阵容 你拿你喜欢的阵容 大家硬碰硬 办的是队伍擅长体系 不喜欢碰的英雄 而非对手擅长的英雄 而红米是尽量让对手阵容不顺手 不舒服 从而来逼迫你失误的 而一旦对手进入红米的节奏里 阵容往往会越选越烂 比较经典的就是S9 当时常规赛排名第八的京东 碰上常规赛排名第一的方普拉斯 这个B5的红米完美地展示了 他这种搬选策略的优势 DUINB S9春季赛用的最多的冰女 最顺手 所以我不想碰 按掉 在上一轮BO5发挥非常好 且存在摇摆可能性的版本 强势赛拉斯也办掉 最后刘青松和DUINB能摇摆的加里奥也办掉 然后呢 抢下方普拉斯 非常喜欢的瑞兹加挖掘机这对中野 基本上就是你擅长的 我要么办要么抢 这局虽然输了 但逼出了DUINB的中单莫干纳 所以红米立马微调 第二局呢 在维持冰女班的情况下 放掉加里奥改班莫干纳 再把之前二轮班的阿卡利 抬上一轮班 自己则抢塞拉斯 而这一局放出来的加里奥辅助 效果非常一般 京东拿下第二把后 红米就能确认加里奥可以不上班了 于是在后面的对局里 加里奥这个英雄的优先级开始降 京东不需要抢也能拿到了 确认你最擅长的不放后 就开始靠英雄选择来找你弱点 在后三局 京东都是红色方的情况下 红米班位再也不变了 最终第四局 绿毛掏出压箱底的巴德 帮助队伍成功红破蓝 翻盘了方普拉斯 方普拉斯在前四局 都是前三班不动的情况下 被逼到了生死局 不变阵也不行了 可红米是主动变阵的 而对手是被逼变阵的 心里是完全没底的 尤其是还是被逼的变阵的情况下 结果就是战马放出皇子 然后一抢代班 但这完全是红米预料到的 直接反手抢走了优先机 已经在降低的加里奥 方普拉斯阵容的BP逻辑就完全碎掉了 后续选择跟皇子就完全不搭 这不是方普拉斯想的 而是被红米逼的 这就是红米的BP哲学 要知道这局惊动的打野小夫 已经是顶级战犯了 方普拉斯前期有优势 结果还是输了 核心就是因为体系拿的太不顺手 这就是红米的BP精华 笼共有三手 第一手 颁阵 限制对手擅长的体系 摸底 第二手 辨阵 用一些妙手的英雄选择 或者前期节奏套路 给对手施压 抢关键分 逼迫对手 开始怀疑自己 第三手 变形 一旦收获效果 对手就不得不去改变阵容的选择 陷入到为了给选手拿顺手英雄 而过度牺牲阵容整体性的问题上 最终 落入红米布下的陷阱里 这里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春季赛打微博的最后一把 最后一手的晒的剑模 这个版本剑模算是赛场冷门 但问题就在于 没有合适的英雄选了 杰斯选出来 你会发现跟微博前四手完全不搭 而选剑模 对线又打不过 怎么选都很勉强 而微博第四手也是不敢抢凯南的 因为京东这里还有第三把 选来打凯南的卢西安 这就是前期布局逼你变形了 微博自以为的变证 其实变着变着就死局了 这个剑模就和方普拉斯一抢的皇子一样 看似妙手 实则俗手 所以红米的BP其实是非常整体的 如果你只看BO5中的一场比赛 你会觉得红米的BP好像也就这样吧 甚至有时还会有点怪 但你放大到一个BO5来看 你就会发现红米的思路和规划都非常清晰 所以红米一旦在版本英雄的英雄池上占据上风 那么他在BP给的压力就会非常的足 OK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首先红米是一个非常严格 非常典型的老师型教练 并且对于自己的执教非常有自信 同时以身作则能够给予选手很大的引导 也非常容易和选手建立信任 而他的执教理念则是团队至上 其中他最擅长调教上单 能在保留上单选手本身进攻性的前提下 赋予他顶级篮领的能力 而对于版本的嗅觉 红米也非常敏锐且自信 在BP上更是把如何限制对手长版 发挥的淋漓尽致 是LPL最顶级的教练 可即便说这么多红米厉害的地方 但我仍要强调红米不是神 电子竞技只有神一样的团队 并没有神一般的个人 封米许多如神一般的调教 背后都是无数日夜的沟通付出 那登顶需要实力 选手的实力 教练的实力 甚至俱乐部的实力 更需要一点点运气 就我个人的看法是 当一个队伍和选手强到一个层次后 这个强弱就不是一个绝对值了 谁能在临场做得更好 谁才能笑到最后 而教练就是一个近人时听天命的职位 何况很多事情都存在两面性 并非绝对的好与坏 而是合适与否 所以对于红米教练 我们也得辩证来看 他肯定也是有缺点的 比如越有个性 天赋越顶级的选手 本能上就会抗拒教练的调教 所以即便红米在调教选手上 已经比很多汉国教练 更符合我们LPL赛区的局情了 但他在挑选有潜力的选手时 出发点就已经和许多教练不同了 红米眼里的有潜力 是指操作好能够完美执行战术的选手 所以红米带的队伍 是不太可能打出现S8的G2 打RNG那样 通过选手临场暴肿去逆袭的 而且面对顶级的天赋选手 用这种双方都打烂阵容 但我更贴合版本的BB思路 往往效果会很差 因为顶级明星选手之所以能够成为顶级 就是因为限制他们太难了 而他们一旦扎队 用暴力天赋硬破你的玉宁和战术 反而会让红米自己的选手怀疑自己 像上演黑巴奇迹的19年 京东打偏玉宁的方普拉斯和RNG都能咬下 但打IG这种不讲道理的天赋怪们 就没什么办法了 包括20年碰到世界赛突然升华 选手突然觉醒天赋的苏宁 京东也是一切千里 所以红米给予选手的韧性 是基于在局势可控的前提下 他不怕你不运你 就怕你乱拳拉死老师傅 比起那种起伏很大 比较是选手状态的队伍 红米更擅长去应对运营队 这也是没办法的 你不可能又想选手有创造力 又想选手像机器人一眼 完美的去执行教练的战术 但话又说回头 他能够让许多优秀的选手 打出秉级选手的表现 能够给予他们和巨星对抗的舞台 已经证明了红米有多传奇 这就是教练员的世界 不同风格 不同时代 不同队伍 让他们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都有写下自己的故事 那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去挖掘和分析 教练员这个位置 资料收集不易 全文13000字 球个三连应该不算过分吧 那之后有空的话 我应该还会做一些 有特色的教练分析 比如让人捉猛不透的牛排 比如干直BP的叉烧 还有担满关的猪开啊 现在很少出现 但对RNG影响深远的风格 这些有机会都可以做 英雄联盟已经十余年的发展了 传奇的故事 不止选手 还有背后的许多人 所以不要光赞美高耸的山峰 平原和秋林也同样不朽 那我是原某人 喜欢看比赛 看电子竞技的观众 可以关注一下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